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不断进取向前 今天让我们一天的开始 就勉励自己 我是一个不断进取向前的人 今天我一定会往前再走一步 有一位俄国的作家克雷·洛夫 写过一篇寓言故事 他说 有一天池塘跟江河说 不论什么时候看到你 河水总是奔流不息 而且我几乎天天看到你 背着沉重的轮船 传送数都数不清的小船 难道你不觉得累吗 如果换了我 我就烦死了 池塘认为自己跟江河 比起来命好多了 虽然没名没姓 地图上也找不到池塘 可是池塘不在乎 他只要舒舒服服 躺在柔软的芋泥土上 既轻松又自在 所以池塘继续跟江河说 轮船跟木牌惊扰不了我 小船的重量也压不到我身上 生活这么安逸 还要怎么样呢 江河听了就回答池塘说 你知不知道生存的规律是什么 水只有靠着流动才能保持活力 我之所以成为大江大河 就是因为我不贪图安逸 我让我的河水奔腾不息 所以年复一年川流不息 可是你呢 停滞不前 不久就会消失 果不其然 壮丽的江河依旧 但池塘里的水 却一年比一年前 里面布满了水澡 长出了芦苇 最后终于完全干掉了 亲爱的朋友 有些人的生命就好像江河一样 不贪图眼前的安逸 也不允许自己停滞不前 所以他的人生是可以不断进去向前的 可是有人就不同了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 他什么都没有累积 因为他只是在过日子 只是做每一天该做的事 不求提升 当然也不求扩张 所以就算他很有才华 也是会一天一天的枯竭 如果你要选择的话 你会选择哪一种生命呢 你希望你十年 十五年后会是什么样子呢 其实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渴望 希望能够过得更好 希望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渴望成为一个更好的丈夫 更好的妻子 更好的父母 更好的员工 更好的老板 因为上帝 在我们内心深处放了一个渴望 就是希望自己能更好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意思是 上帝成就的事情 是照着我们的信心跟思想 你怎么想 怎么相信 上帝就怎么成就 你想得小 成就就想 你想得大 成就就大 这是上帝做事的方法 所以 我们不要满足于次等的层次 而是渴望自己能够提升 上帝 我不要勉强地活着 我要活在最好 美好人生 是给那些不断努力向前的人 我们可能身世不如人 背景不如人 学历经历不如人 但是 我们都可以努力向前 而上帝也会奖赏那些努力向前的人 所以不要只满足于现状 著名的建筑师 巴兰克 曾经设计过很多美丽宏伟的建筑 他退休前 有一个记者访问他 这么多建筑物 不晓得你最喜欢哪一个 他想都不想地就说 下一个 巴兰克深知扩张境界的道理 就是不断地向前进步 永远不置满于过去的成就 因为他知道 上帝还有更好的预备 亲爱的朋友 今天你要提升你盼望的层次 你要扩张你的眼界 不要觉得你这一生就是这样了 你要不断地跟上帝一起做梦 你的人生将会有新的事 要来成就 要扩张你帐幕之地 伸展你居所的慢子 不要缩回 要放长你的绳子 兼顾你的绝子 更多精彩内容 请锁定FM103.3 中广流行网 周一至周六 早上六点到七点 由罗娟大为主持的 早安Easy Go 美好的生活 就在早安Easy G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